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part I-11754 符点书的表示法 这表示法一般在我们电脑上 都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表示法来表示 在许多外面的考试 也都會考像這樣的表示法 是怎麼實作的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對各位同學一定很有幫助 那我們接下去來看說 這個 754 表示法是什麼 首先 IEEE 他們定義了 754 來定義伏點數值 基本上它有常用的分成兩種 一種是單精確度 就是 Single Precision 它是用 32-bit 來表示一個伏點數 或是雙精準度 Double Precision 用 64-bit 來表示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 假設是 32-bit 的話 我們來看 32-bit 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是 MSB 這是最高位元 它是 3-bit 所以後面接下的 8-bit 是我們講的 exponent 然後剩下的 23-bit 就是 Mantisa 就是指分數的部分 所以整個 32-bit 就是由這個成分這樣組成 跟我們剛才講的科學技巧表示法 很類似 就是一樣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來看 它們 在這個 754 這個格式中定義的 如何用這個格式來定義我們的伏點的數值呢 所以它列下 下面五種 Case 的定義 例如說 如果你出現一個數值是什麼樣的數值 它會去插表 根據哪種 Case 來定義 這個數值 這個伏點數值是多少 舉個例子 我們最常見的是 Case 3 也就是說我們的 exponent 是介於0跟25之間 就是這個 數值 是介於 0跟25之間的話 因為它八個bit 所以只會介於 0跟25之間 好 然後它整個的 v就是代表它這個伏點的數值 這個v怎麼算呢 就是用這個公式來算 所以它是 1.f f就是後面這個Mantisa 乘上前面這個 2的1-127 好 如果你是 這個第一個 Case 的話 就代表1 全都是怎麼樣 1 這 exponent全都是1 然後怎麼樣 這個值怎麼樣 會變成未定義 好 所以在這個 i3PO754表示法 它也定義了 無窮大 以及 這個 non-available 這樣的 not-defined這樣的格式 那它也可以定義的很小 例如說 小於1 這都有 所以根據 你的數值 它會把這個 32bit的表示法 表示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 這表示法 基本上它必須 顧慮到某一個情況 例如說我們 第四個例子 它基本上 最小的值 可能是 當1.0 f不等於0 所以怎麼樣 最小的數值 可能是這樣 但是 為什麼不把3跟4值 合併在一起 為什麼它額外 獨立一個 Case Case 4呢 因為你看 如果3跟4 合在一起的話 它只能寫成條件 是怎麼樣 是這個條件 所以算出來這個 數值是這樣子 它最小的數值怎麼樣 以這個條件下 最小的數值 1.0 那f不等於0 對不對 所以f可能是 不等於0 所以是這個值 因為它1.f 所以最小的是怎麼樣 1.f 就是這個值 那這個值 算起來 看起來怎麼樣 因為這邊有個1 跟 如果兩個式子合併 Case 3和Case 4合併的話 它所能定義最小的數字 是這個數字 那跟Case 4來比較的話 獨立定義Case 4的話 這個數值這邊有個1 這邊沒有嘛 其他都一樣 所以怎麼樣 這比較大 這比較小 所以也就是說 它獨立定義Case 4 它可以定義更小的數字 如果你把Case 3和Case 4 定義成一個Case的話 它所能表示的 這個合併的Case 所能表示的數字 怎麼樣 比較大 所以它額外就定義這個式子 當然我們要能 越定義越細越好 因為我們這種表示法 就是要把數字 把整個符點 把整個時數 上面的數字 把它能定的越細越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它Case 3和Case 4 基本上是連續 它即便把Case 4獨立出來 我們來看 這兩個Case 它基本上交接的地方 也是連續的 因為Case 3它最小的值 是當 這樣 exp等於1 對不對 那f等於0 所以是定義這樣 那Case 4 最大的值是怎麼樣 1 exp等於0 1等於0 1等於0 1等於5等於0 所以這值算出來這個值 那這兩個值是連續的 很近 它還是 比它大 但是是連續的 所以它這樣定義是怎麼樣 可以定義的比較細 而且又是連續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I 3.754的 這個 numbered line 它的數線 那我們來看它速線,這邊是正無雄大,這邊是負無雄大 當然它所謂一條線條線代表說,它每一個都是它一個resolution 它基本上i11754這樣的格式 它所定義出來的速線,它是非均勻分布,就是non-uniform的分布 什麼叫non-uniform分布,就是說它每條白線之間它不是等間隔 也就是說在靠近0的地方,它精準度比較高,它解析度比較高 在靠近正無雄大跟負雄大的時候,它解析度比較小 所以它比較越遠離0的地方,它精準度越低 這是它754的一個特性 它的優點跟缺點呢,它的優點是說 它是標準化,因為i triple已經定義了 而且許多的坎拍的支援 所以你在編程浮點數值的時候很簡單 那接下來它有較大的動態範圍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它可以支援到正無雄大 到負無雄大 那它的缺點呢,主要是因為我們在硬體上的實作 例如說DSP,通常大部分都定點運算 那有些是浮點的,那浮點的話它必須有其他的硬體 來計算像這種浮點的格式 所以它成本比較高 而且它剛才講過,它越遠離0的時候它精準度越低 它解析度越低 這是因為它是非均勻分佈 那我們來計算一個例子 假設這邊例子說給你一個16位元的 16進位的 16進位的這個數值 0x41200000 那我們就照剛才754的格式 32bit 我們就開始來切 所以第一個bit是31bit 接下來是怎麼樣 8個bit是exponent 接下來23bit是什麼 是Mantisa 所以我們就照剛才的case去找 就發現說它這個數值啊 我們先把它畫成二進位嘛 那發現說這個表示法是滿足第三個case 也就是說exponent是介於0到25之間 因為它exponent算出來是130嘛 所以是滿足第三個case 所以我們它的數字 它的數值就是用這公式代 代出來之後我們得到 用case3去算 這數字是什麼 是10 反過來說 如果你用754表示 10這個值的時候 它的 它在電腦上就是用這個 就是用這個數值來表示 0x41200000表示 好那我們來算一個乘法 例如說10乘上這東西 如果用754來做的話 這一個 沒辦法表示 沒辦法用單均準度來表示 為什麼 因為這個數值啊 介於這個跟這個之間 那發覺說這兩個之間 因為它每個都有精準度之間嘛 那剛好這數值是介於 這兩個 i3PO754 所能表示的中間 所以這數值 沒辦法用一個754的格式 很準確地表示這個數值 好 就因為它只能表示固定的 數值嘛 那中間的數值 它可能就沒辦法 除非它精度更高 解析度更高 解析度更高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介紹i3PO754 它的格式 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我想它是非常普遍 而且常用的一種 大家都知道的方式 而且許多的編繫器都支援 所以各位同學要 在這方面 要大概知道怎麼算 因為有許多考試 也是會考這樣的題目 謝謝大家